字幕提供 玉兔日前上节目分享到自己与婆婆相处时 遇到了三件事情 首先是她与老公还在交往时期 都会到对方家里 不过才去三次 就被婆婆要求扫地 洗两项衣服 还要烧香拜拜 再来就是 玉兔每天都会换内裤 只是不会每天洗 但婆婆都会一直念 甚至还带老公去阳台看有几件内裤 后来真的受不了才决定先搬出去 不过因为与老公已经论急婚嫁 男人也想省点钱 再加上婆婆表示会对她好一点 玉兔才又搬回去 怎料某次婆婆喝醉 竟然对她说 爱知道你爸爸妈妈从小就离婚 所以你不知道每天要洗内裤 最后则是自己生完孩子 在产后忧郁的期间 婆婆还一直嫌弃儿子的长相 一番话让现场众人忍不住直呼 这根本就是恶婆婆 乖哥不安在骂你丑 不过玉兔也强调 其实婆婆人真的很好 现在会分享也是在反省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